一位老和尚,他身边聚拢着一帮虔诚的弟子。 这一天,他嘱咐弟子每人去南山打一旦柴回来。 弟子们匆匆行至离山不远的河边,人人目瞪口呆。 只见洪水从山上奔泻而下,无论如何也休想渡河打柴了。 无功而返,弟子们都有些垂头丧气,唯独一个小和尚与师父坦然相对。 师父问其顾,小和尚从怀中掏出一个苹果,递给师父说, 过不了河,打不了柴,见河边有棵苹果树,我就顺手把树上唯一的一个苹果摘来了。 后来,这位小和尚成了师父的一波传人。 心得,世上有走不完的路,也有过不了的河。 过不了的河掉头而回,也是一种智慧。 但真正的智慧还要在河边做一件事情,放飞思想的风筝,摘下一个苹果。 绿兰古今,抱定这样一种生活信念的人,最终都实现了人生的突围和超越。